在這次馬前總統訪問中國大陸 大家可以看到綠營的人士一直不停地去嗆馬英九前總統 那麼馬前總統在中國大陸其實已經說了多次的中華民國 也提到總統的職務 可是呢民進黨政治人物還是要故意的曲解或者扭曲 來嗆馬英九 但是請問一下 蔡英文總統他訪美行程裡面昨天也有公開談話 他有談到中華民國嗎 那麼另外一方面就是在這次的訪美行程處處的保密 那麼媒體甚至形容吳釗燮好像嘴巴裝上了拉鍊 那麼如果我們今天過境美國的行程是一個 我們的總統他非常正常 而且也應該有的國外的一個過程的話 那麼為什麼我們的外交部長他的嘴巴要封上拉鍊呢 為什麼要處處保密呢 蔡總統的防媒行程這裡面是不是處處有中美之間的角力 那麼當這個民進黨一直盯著馬前總統防中國大陸 有沒有雇主權有沒有矮化的同時 那麼是不是也用同樣的標準來檢視蔡總統這次的美國行 我想蔡總統過境美國當然是挑動了中美之間非常敏感的神經 所以在這次的防美的過程也可以看到有許多的做法事實上並不正常吼 包含有很多行程都保密到家 那如同外界所講的那你要去見龐佩奧 那麼甚至也是要在下機前才能外界得知 那麼事實上龐佩奧雖然做過國務卿 但是他是卸任的 所以他並不是現任的官員 我覺得如果見龐佩奧還要這樣子躲躲閃閃偷偷摸摸 這真的沒有必要 那但是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是不是第一個就是考慮美國的要求 因為我們也知道在這段時間美國也在非常謹慎的去處理 尤其這段時間甚至傳出因為拜登想要跟習近平來通電話 那麼會不會擔心說因為蔡總統訪美而影響了 現在中美之間希望緩和或者拜登想要跟習近平通電話 所以我們必須講就是 其實在這一點裡面 那麼美國人的小心謹慎的處理是不是也造成 我們必須在很多的應該其實可以公開的行程裡面 我們也閃閃躲躲 我們也保密功夫到家 那這一點有沒有必要呢 那這一點是不是美國也對台灣對於蔡總統訪美做了相當的限縮 我覺得這一點事實上也應該讓國人講清楚說明白 蔡英文現在要去美國嗎 去紐約會不會兩岸關係緊張 那解放軍會不會有很大的機會的欣擾台灣 我想這兩天可以看到就是有關於蔡總統過境美國 那麼大陸方面呢確實包含共機擾台 或者是他們的發言呢也變得比較嚴厲 但是呢我們的立場是 我們的總統去訪問邦交國然後過境美國 這個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而且過去呢不管是 各個總統包含李登輝總統陳水扁還有馬英九總統 包含蔡英文總統過去都有 潛力 所以我們認為只要是我們的一個正常的去訪問邦交國正常的過境 我覺得 中國大陸方面都不應該用任何的軍事擾台的方式 或者用一些政治性的對抗的方式 我們希望中國大陸部分也應該要有所節制 顏寬恆他突然被約談 而且呢被深壓最後用1000萬交保 我覺得這個時間點真的太臭巧也太微妙了 因為上個星期顏寬恆才去登記了國民黨的 立委的一個黨內的這個登記 那所以顏寬恆如果不選立委呢這個案子擺了這個一年將近一年也沒事 但是呢顏寬恆一選立委立刻呢就被冤台 立刻用重金交保 所以第一個 我覺得在時間上 感覺上是不是又有國家機器動起來了 顏寬恆你要選立委 那麼 就會有一些 這個單位就會開始盯上你 第二他用1000萬交保 那麼大家也會覺得這已經不符比例原則了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 像在南部 民進黨的中指委郭在清 他被檢方所起訴的 他的不法利益是高達20億以上 高達20億以上 但是他的交保金額300萬 所以我想請問一下 這樣子是不是符合比例原則 更不要說 那麼在台南的議長跟副議長 那事實上都已經包含監聽還有一些掌握一些證據 那麼這個涉及匯選 他的交保金額也遠遠低於顏寬恆的1000萬 所以我們也想請問檢方 這樣1000萬的交保 是要 表示什麼 是要帶風向嗎 是要帶風向說 這個顏寬恆的 這個他所涉及的行責 會比 這個 台南的議長副議長 他們的這個 會選還要重嗎 但是事實上在行度上面 所涉及議長所涉及的會選的行責 事實上是高於 侵占國土的 但是為什麼 台南市的議長跟副議長 他的交保金額就遠遠低於顏寬恆了呢 這是不是代表 只要有民進黨的黨政 在司法上就非常好用了呢 有涉及共諜 或者有涉及 出賣國家的情報 那麼我們支持要 就是依法查辦 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那我想 另外一點就是 但是不要利用這樣子的一個情形 又在做一些政治性的操作 尤其前一陣子 日經那個新聞 他指控說九成的 這些 退降 都有涉及 到大陸去賣情報 那麼這個事實上呢 對於我們的 退伍的這些國軍將士 事實上是非常大的一個羞辱 我們也看到 退伏會的主委 也嚴厲的 也駁斥 所以 第一個 如果真的有涉及 出賣國家利益 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但是第二個 我們也希望 相關單位 不要用這樣的事件 只是放風聲 然後做 選舉 或者是政治性的操作 海皇鮑魚 干貝 XO醬 它是長時間的 細火去熬煮它 把所有的鮮味呢 供液到一爐進去 層面的蛋白質啊 它是雞肉 牛肉 蝦的三倍之多 營養來源更加的豐富 推薦給大家 記得要輸入 CTI567 CTI我蠟七